大家好 10天之前跟大家分享了 用这种仓盒来扦插防止这个蟹爪蓝 现在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 打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当时我做扦插的时候 采用的机制就是用这种制食 因为这种制食它没有续菌 而且它也是比较难支撑续菌的 所以用它来做扦插 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机制 包括扦插其他花卉也是一样 还有我扦插的时候 给它使用了一次这种快速生根营养液 来浇灌这些制食 到现在这个水分还没有干 因为制食它的保水性也比较好 透气性也比较好 所以现在这颗蟹爪蓝 它的根系长得比较强壮 大家看到没有 底下这里也长了很多的新根出来 这里布满了新根 所以说用这种方法来做扦插 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当时我给它倒扣了一个快餐盒 就是为了给它保水保湿 虽然说蟹爪蓝它是比较容易扦插成活 但是一受到续菌的感染的话 基本全颗都会烂掉 所以我们给蟹爪蓝做扦插 一定要保证用干净的机制 不要给它带续菌 而且最好是给它使用一点 这种快速生根营养液 让它长根更快 长根出来了 它的抗性就会变高 就不会容易出现任何的问题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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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